我们在大营博物馆的藏传佛教展规 这儿呢出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两头包银中间白黄黄的 这是什么呢 不是象牙 这个呢叫做禁骨号筒 是藏传佛教里边呢 非常重要的一件法器 传说呀 吹响这号筒 能够取悦所有愤怒向的神灵 抵制一切邪魔歪道 成了当传佛教的重要法器 但是这个禁骨号筒 是什么样的禁骨呢 不是动骨的 而是人的腿骨所做 那什么样的法力最强呢 据传是奉信婆罗门教 十六岁少女的左腿小腿骨做的 但是是需要自愿奉献的 法力次之的是奉信婆罗门教的 十六岁的少男的右腿腿骨所做 也需要等于说是什么呢 自愿奉献的 那这种东西呢 在藏传佛教里边呢 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这种情节里面 但是我们在这种惠奇节目的 在这种情节目中 自己的煞诚 就会让你带到这种禁电 但是我们在这种情节目中 准备到这个笑诚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节目中